没有服务器和公网IP 想让别人访问自己做好的网站 怎么办 项目用的依赖服务太多了 想上线太麻烦了 怎么办 协作开发时 想让同事直接访问自己本地运行的项目 怎么办 大家好 我是鱼皮 今天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小教程 不花钱 不用买服务器 不用自己部署各种服务 只需要一个小工具 直接让别人访问到你电脑上做好的网站 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你要参加竞赛 需要给评委演示项目的场景 那在演示之前 先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别人无法直接访问你电脑上运行的网站和服务呢 答案很简单 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的个人电脑都处于局域网内 缺少可公开访问的公网IP地址 因此其他用户在网络上就找不到你 就没办法和你建立网络链接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种可行的方法是内网穿透 这词听起来很招大上啊 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 通过一定的网络配置 将内网的电脑暴露到公共网络 可以简单理解为有一个中间服务 由于它知道你电脑的地址 就可以帮助其他用户 访问到你的计算机 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个扯遇不扯求的技术 也可以实现类似的功能 那如何实现内网穿透呢 很简单 使用NDROT一分钟就能搞定 那首先我们访问它的官网 注册登录 注册登录成功后 根据自己的操作系统 选择下载软件的安装压缩包 然后呢 将下载好的Zip包解压 得到一个可执行文件 接下来我们参考官方文档 在本地执行NDROT CONFIG ADD OF TOTEM命令 添加当前用户的身份验证令牌 进入到刚刚解压的可执行文件所在的目录 执行即可 那现在呢 你的账号信息已经保存到本地的NDROT配置文件中了 接下来只需要执行NDROT HTTP命令 就能启动内网穿透服务了 注意 要将输入的端口号 改为自己本地项目实际占用的端口号 那这里做着小调研 大家最常用的端口号是什么呢 欢迎在弹幕上分享 那现在我的电脑已经有一个前端网站了 占用的端口是5173 回车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NDROT自动为我们生成了一个域名 相当于在他们的服务器上创建了一个隧道 连接了我们本地的服务端口 然后在浏览器访问该域名 就能访问到本地启动的前端项目了 是不是很方便呢 值得一提的是 生成的域名 还是HTTPS的安全域名 虽然我们已经成功启动了内网穿透 成功地访问到了网站 但是现在呢 每次启动得到的访问域名 都是随机生成的 这不利于我们持续访问 试想一下 你在电脑上做了个网站 给你的女神表白 结果呢 刚发给女神网址 网址就变了 那岂不是很单的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静态的 不变的域名 可以在官网找到静态域名配置 第一次进入配置页时 如果还没有域名 可以免费创建一个 创建好域名后 可以直接复制服务启动命令 然后在终端中执行该命令即可 那其实呢 就是在启动内网穿透时 指定了domain参数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每次的内网穿透域名 就都是固定的了 如果你是一名后端开发同学 要让前端同学 访问你本地开发好的接口 通过这种方式 就很简单了 不用反复打包 然后到线上 或者测试服务器 更新部署项目 接下来 让我们更进一步 以上讲的都是单服务的内网穿透 但如果你是一个全站开发者 你的本地可能不仅有前端 还有后端服务 那么如何利用ngroak 同时内网穿透多个服务呢 这就需要我们修改ngroak配置文件 手动配置隧道连接 首先根据官方文档的指引 找到自己电脑上的 默认ngroak.yml配置文件 然后呢 在编辑器中修改这个文件 比如我这里配置前端和后端两条隧道 填写对应的本地服务端口 之后呢 可以通过ngroak.start命令 写上隧道名称 指定启动哪个隧道 或者执行ngroak.start-all命令 同时启动所有隧道 就会发现生成了两个不同的字域名 分别指向前端和后端服务 但通过上面的方式啊 每次启动内网穿透 得到的域名依然是随机的 我们可以通过ngroak.yml文件的 domain配置来指定域名 然后执行命令启动全部服务 结果 报错啦 原来ngroak限定了每个域名 只能绑定一个端筒 那不过也有解决方案 可以在配置文件中指定subdomain 给每个端筒分配一个子域名 但很遗憾 这种方式是需要额外付费的 所以这里就不多说了 果然免费的才是最贵的 那如果我们想要用固定域名 访问本地的多个端筒 怎么办呢 其实也不难 可以使用ngx或者其他网关进行转发 比如在80端筒 解冻ngx服务 内网穿透指向80端筒 然后摘取URL 请求地址的前缀 转发到对应的前端或后端服务 当然这只是一种思路 ngroak的好处是简单 方便 如果你有一定的探索能力 也可以试试更灵活的开源软件 FRP 在教程的最后 千万千万不要忘记三件事 一 用完内网穿透后 记得把服务关闭 否则别人能直接访问你的电脑服务 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风险 二 你的auth token千万别泄露 比如录视频教程的时候 不小心录进去了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 一定要及时重制 三 三连 大家的每次点赞收藏 都会让我的精神感到愉悦 UP主的精神愉悦了 就会出更多的免费教程 而且会长出更多的头发 给大家带来更好的知识分享和观看体验 让大家学得舒服 看得舒服 好吧 谢谢支持